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名女生家长表示不认可 拒绝签字 另外关于认校长陈某鹏为干爹的说法 还有另两名女生如何认识冯某松 家长问孩子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跟警方之前通报的也是不尽相同 据说一个家长都动手打孩子了 孩子就是不说 此外六个孩子当中关键的是那个领头的女生 就是此前管校长叫干爹的女生 已经回到了西南老家 家长也一直没有与其他的五名家长联系 根据了解万宁市委书记已经对此事做出批示 要求严肃处理 对犯罪嫌疑人严惩不但 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是未成年人的隐私 因此也希望能够在保护孩子心理健康的 安全的前提下来破获此案 这里面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对案件就是成年人的查处 依法查处 对这个未成年人你看我就是看到里面有时候对这个已经派出专业的心理老师 对孩子进行心理的辅导 一定一定要注意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作为主角的这个状态 他们是漩涡的中心啊 不要让他们的这个小小的心灵 在这个漩涡当中被撕的这个支离破碎 一定要让他们重建对这个生活的信心 因为他们太小了 对这个状态的心灵